来 猛大晚上的 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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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鸟 快点 这 还能挠我 行了啊 你差不多得了 这个小鸟 看我给它 应该是死不了 我先给它放笼子里头 让它缓一晚上 明天白天看看给它放了 刚才都站不住 刚才我给它放这小盒里了 哎 看你这意思还行 你行了啊 你这你知道几点了吗 这都快半夜了 你都能抓着鸟 应该是受伤了 我这看了会儿 你看 趴着不动了 刚才是猫追出来了 猫一叫 这鸟很明显受惊吓了 来 猫 你过来 你过来 我这还给你挂上铃铛了 啊 你还能弄着鸟回来 啊 你还舔嘴 你还叭嘴 没吃着着急啊 你说它一走 噹噹噹噹噹 想 这大半夜呢 这鸟也真是够笨的 金梁 它有趣呢 它有去看那个鸟笼子去吧 这个小鸟刚才还飞呢 听见猫叫 现在就趴着不动了 我给你弄了点水 放了点小米 看看 看看明天能不能缓过来 这盖死的猫 看着这个翅膀 翅膀撇着呢 歪着呢 这个翅膀 看着不动了 刚才是猫出了一觉 它就撞着笼子 已经受到惊吓了 现在是半夜12点半都多了 我再看一下这鸟 我就准备睡觉了 哎 行哎 站在这根上了一觉 有戏啊呀 估计明天能缓过来 哎 你看 还能蹦了 行行行 明天我给你放了啊 吃点东西 喝点水 哎 对那喝的有吃的 行了行了 躲开它吧 我们北京人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烧水 泡茶 今儿喝一铁观音吧 北京老头啊 必备了几样东西 羊羊囊 核桃 茶水 其实我每天啊 是喝茶叶末 我们叫高碎 就是在运输茶叶当中啊 它那个茶叶会碎 变成渣子 那种呢 比较便宜 今天为了拍视频 所以我喝了一个礼品状 点上一根香 哎 再倒上一杯茶 哎呀 这个就算真睡醒了 这就是一个北京退休老头 在马来西亚的美好生活啊 羊羊囊必不可缺 我发现吧 这个屋里全都是那只鸟的羽毛 所以这猫啊肯定叼这鸟进过这屋 所以不一定能飞走 先养了两天看看 啊 这月不是减肥吗 所以我给我这屋 换了一个立志的桌布 然后把电脑椅换了一把 这样呢 你在用电脑的时候 还可以锻炼身体 话说现在都十月中了啊 我也没有上秤呢 心里还是有压力的 主要也是因为那个秤吧 没电了 真没电了啊 我这两天买电池去 买完电池 咱们再上报 哎 这鸟还真醒了呀 还挺活分的 应该是没事 看 这个就是普通的麻雀 我们北京管这种鸟 叫老家贼 这种鸟很难驯化 就是你抓到它 如果你给它搁到笼子里 养 它也会撞笼子撞死 我给它拿到这边 拿到这边 把这笼子门给它开开 让它自己飞了就行了 我就不那个什么了 不下手了 省得一抓它 对它造成第二次上海 啊 拜拜吧啊 现在呢 要穿过我这个不太茂密的果树林 把鸭子放了 看我这高科技的笼子 哎 怎么就一个鸭蛋啊 你看我这个高科技的笼子 是个斜坡 它们生完蛋以后呢 会滚到这个地上 怎么就一个蛋呢 你干什么 这个日本鸡特讨厌 关不住 天天自个儿能飞出来 你要吃鸭蛋 你也不下蛋 哎 换个鸭蛋的工夫 小鸟已经飞走了 应该没有问题了 接下来就是 喂鸭子 喂鸡 只有这一只鸡 这只鸡体型太大 飞不出来 这三只鸽子还都在 但是你看 这四只 不知道什么时候飞了一只 但是到现在了 也没发现鸽子蛋 这鸽子翅膀有的已经长出来了 但是还是不能飞 本来想等着它们繁殖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会有鸽子的 别看了 今天 小鸟已经飞走了 哎 这眼巴巴的 明天以后不要再抓鸟了啊 咱们把这枚新鲜的鸟 鸭蛋 给它煎了 金黄啊 这个鸭蛋 我这个鸭蛋绝对是 叫什么 有鸡 狗 然后鸭子 等着 吃热 吃热的 嗯 真热气 哎呀 这狗狗很无奈啊 加上一片芝士 哎 这就是一个新鲜的鸭蛋三明治 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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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松嘴 起来 我刚给它放了 哎呀 气死我了 你这个小鸟你也是真笨呢 你这走了有二十分钟啊 你又让它给抓回来了 气死我了 你看看你 你怎么那么笨呢 这笼子门还没关上呢 你又被抓回来了 是不是那只啊 这就是那只 你说你怎么那么笨呢 你先别跑了 你先在这再待一段时间吧 我一会儿我得给你拿到三公里以外放我去 哎 你怎么着 你还要摇我啊 你过来 你别老抓鸟行不行啊 啊 你来来来 你回你的蝉屎店 好好反省一下啊 好好反省反省 先进去吧 不叫你不许出来 你老祸害那鸟干嘛 我刚给它放了 我跟你说 这得亏我头两天洗澡的时候 回去 把这个 猫的指尖 我给它剪了 不许出来啊 还气死我了 哎呀我忘了这还有一个门了 我跟你们说吧 这绝对是我大意了 我把这个笼子门打开以后 我不就去捡这个鸭子蛋去了吗 我就没看这猫 它肯定是盯着这个鸟的 这鸟不知道什么时候飞出去了吧 我捡完蛋回来它就飞出去了 但是它那个翅膀啊 确实是有一边歪着呢 刚才地上有看到好多那个长的羽毛 都是翅膀上的羽毛 这猫肯定跟着它呢 不知道从哪又给逮回来了 这该死的猫 这个这个鸟先在笼子里先缓一缓吧 你看看 你看它这眼神 其实它也不一定说飞的要把它吃了 这个猫天天吃猫罐呢 天天吃鱼 吃鱼罐呢 这不缺嘴 就是想玩 残忍的弄死这只鸟 不过这道也好 这说明我们这边没老鼠 你看看你那个贪婪的眼神啊 这个猫的贪婪都在你的眼睛里 你哎 我得把这椅子给它撤了 你看这鸟没有 他们家人来找他来了 一个在笼子里 一个在笼子外头 你说我现在给它放了吧 它那个翅膀不行 这猫就在给它弄出来 你看这个吧 确实挺可怜的啊这个 猫呢 我看看那猫在哪呢 在窝里睡觉呢 嘘 在这睡觉 继续睡继续睡 我趁它睡觉 我把这鸟放了得了 你说这一个笼子里 一个笼子外头的 来来来来来 小宝贝 我再给你放一次啊 你这次你要能飞的话 你就飞远点啊 别再回来了啊 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它飞不走 这一会儿还得让那个猫给弄回来 飞不起来 哎呦 这是好心办坏一事 完了 它跑到草丛里去了 你看 还把这猫给吵醒了 这猫琢磨呢 鸟呢 是吧 金梁你是琢磨那鸟了吧 哎呀 金梁啊 那鸟在那草丛里呢 要不然你受累 你再给它找回来得了 你看 哎呦它听见了 完了完了完了 找去了 这狗也去了 我得在这盯着 你别给咬死 你给它叼出来就行了啊 你看你看你看 哎呦 拉给你别咬它啊 气死我了 哪儿呢哪儿呢 我看你跑到这边了 跑这里了 就我们家这个真是 真是猎狗啊 在哪儿呢 Lucky 我怎么看不见啊 文文在哪儿呢 吓我一跳 你别拿爪子抓 没在这里啊 你这什么狗啊 但是我刚才看着它是过来了 啊 猫呢 猫呢 猫还在那边守着呢 是在这里的吗 Lucky啊 啊 刚才真是看着它过来吧 哦 我站着呢 我站着呢 这儿呢 行了 寶貝儿喔 你这算又算逃过一劫呀 你又算逃过一劫啊 这个我真是 不是说我不放你啊 你是现在还不能飞啊 你踏踏实实 你在这笼子里你住两天 你住两天 等你吃完好了 能飞了我再放你的 回去吧 回去吧 这个第三次放生 又失败了 你就在这吧 有吃有喝的挺好 这次你立功了 这次是你立功了 这个猫啊 就是比狗笨 这个鸟我都抓回来了 立功的拉铁啊 看着呢 你看那个猫 那个猫傻猫 没看见那个鸟飞出来 还在这里头守着呢 看看 还在这里头找呢 来猫 来猫 狩猎呢 出来吧 那个鸟已经回笼子里了 来吧 来吧 新鸟啊 出来吧 来吧 来吧 出来吧 快点啊 没人我说什么高低 也得把这些草都在捡了 这个原来是因为有一个券 这捡草的时候吧 打不了这边 因为里头原来是那只刺 过两天我得把这个拆了 拆了说什么把这些长草都给处理了 让它没地藏身 来猫 来来来快点 新鸟 过来过来 出来吧 你看这小鸟已经 谁 小鸟已经出来了 这那么笨猫 这傻猫 刚反应过来 还叫呢 刚反应过来 小鸟已经被我找着了 在那草丛里头 猫了得有十分钟 你说这猫跟狗打架 不过这次你们俩配合的挺好 行了 这个故事就告一段落 这鸟我得养几天 如果它要牺牲了 我会告诉你们的 回见吧